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五早上的9点50分 涨72点 今天开盘直接开高涨 昨天晚上美国开始恢复正常交易 假期一天而已 欧洲还在放假 因为美国它是国际性的市场 虽然美国他们在过年假 可是其他国家 像台湾亚洲这边 没有那样放年假 所以国际性的市场 它不可以有太长的休市 让国际的投资人没有办法下单 所以美国都只放一天而已 那昨天恢复交易之后 果然道琼 纳斯达克都在创历史新高 道琼也在创历史新高 纳斯达克 沸腾巴奥体 S&P500指数 全部都创新高 所以昨天台子期的夜盘 也涨了三十几点 那台北股市今天直接顺势开出高盘来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南韩日本比较弱一点 澳洲也恢复交易了 香港一开盘就涨了三百多点 虽然说抗震还没有平息 可是这个底部也打得蛮扎实的 大户股市连涨今天第四天了 今天上升又涨了0.4% 昨天尾盘就开始拉抬了 所以礼拜二 礼拜一押回来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过 这是正常性的修正 在修正指标 现在跨到黄金交叉了 果然讲完之后 今天连涨第四天了 礼拜的押回跌一天 涨四天 这个黑棒都已经吃掉了 所以大陆股市才正要开始供出去而已 今天深圳 深圳目前也涨了大概0.5% 深圳也冲出去了 黑棒也吃掉了 直降过新高 黄金交叉也出现了 所以前几天我一直拿台北股市 甚至于美国股市来跟大陆做比较 大陆四年半以来跌了四十几% 台北股市这四年半反正涨了六十几% 那美国更不用讲 费成报道题涨了1.5倍以上 所以可见大陆股市的激起是太低了 美中下个礼拜可能会签约 签约下去对大陆股市更好 所以大陆股市的部分 你一定要注意 那台湾这边00637L 监管开出高盘 开房子开始挤了 所以前两天我跟大家讲 你如果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 趁押回买这个是最安全的 现在大陆股市都已经过11月高点 护生2X还没有 要买 所以后面会補起 你看今天成交量目前已经6万张了 大单都一直进场 这个包含当冲的 你看都是大单 都好几百张 都好几百张 还有千张的 这种会到达千张 大部分都是法人单 大部分都是法人单 所以护生2X 又被林德燕说中了 我说你如果听到美中要签约 你找不到股票买 那你就买这一档就没错 你就买这就一定没错 对不对 你就买这一定不会错的 又来一次给你机会 减便宜货 是否再衷啊 好台北股市目前 涨75点 OTC涨0.5% 台积电占了38点 那今天鸿海跟台说话 好分别占了3点跟4点 鸿海我们来看鸿海 我们来看台积电 台积电 今天涨了4块半 成交量 成交量5800张 5800张 跟昨天的1100张 11000张 真的是恢复得很快 因为前两天外资在休假 所以台积电的动作比较少 可是你要注意到台积电量跟长黑带量 这个如果吃不掉的话 要小心哦 今天鸿海 涨0.7 0.7 其实不多 只是指数成分占的还蛮重的 我们来看今天 大多数还是低价股的天下 除了达尔夫 要配个10块钱的现金 真是太勇敢了 获利才2块钱而已 竟然配到10块钱 可见得怎么样 你要想 一家公司手中现金很多 那他会拿来减资或拿来配股 代表什么 代表他没有多余的 扩充产能 或者新的投资项目 才会拿来大量的减资或者配现金 所以短线上高值利率会吸引人 可是长期来说不见得是好事 今年也有一档个股 股价10几块钱 要配10块钱现金 涨了一波之后一路跌 跌不停 这是后遗症 这是后遗症 所以你不要去做过度的追高 其他惠特是新上市股 除了市新跌升反弹以外 雍智 雍智也跌升反弹 因为雍智没有融资券 所以没办法 那其他几乎都是怎么样 其他都是低价股 都是低价股 所以这个行情也 比较偏投机 操作上你要小心 太投机的股票 不要去追 太投机的股票 不要刻意的去投入 很危险的 还是要买底部基欧股 还是要买底部基欧股 那这个行情 这两天拉高之后 我跟大家讲过 即将要进入三部曲跟四部曲了 所以逢高的 涨高的股票你要懂得回收 布局底部的股票 三四部曲都是大行情 今天旁边上比较明显的产业 我们来看 今天旁边上比较明显的产业 MOSFIT 大宗 杰利 尼克森 系利 尼克森 今天开盘差一点过新高 可是前面的套牢 今天正好利用开高来做解套 问题他敢勇于来挑战前高 那个市场代表座驾意愿还是很强烈的 大宗已经供出去了 大宗这一波是最强的 最弱的是杰利 因为整个平台还没有突破 既然来到118已经站上了 已经站上了 所以今天杰利随时有补涨冲出去的机会 这个回补调动缺口应该是没问题的 所以今天MOSFIT 也是一个职能力注意的族群 今天洪杰克也跌身反弹 可是上面套得很重 上面套得很重要小心 穩帽 穩帽最近打两只脚 有要回升的迹象 可是上面头部也做得蛮大的 不要过度最高 三把太贵了 穩帽是一个5G重要材料 是对的产业 可是股价太高 不建议大家去追高 今天跌身的创意也上来了 你看我们280几空 下来242回补 现在上来 这等拉高一点要空再空 今年业绩很差 好今天我们看 好今天联勇 好是同一组股票 联勇涨2% 细创涨2% 然后后段的封装测试 逸华电跟齐邦 也跟着上来 逸华电机器比较低 因为几乎没有涨到 齐邦就很明显 齐邦就很明显 昨天外资又加码齐邦 再放价还加码240几张 齐邦这里不建议大家再追高 因为已经涨了一波了 虽然外资把目标价喊到87跟90元 我认为不会这么快来啦 好明年有机会 今年没那么高 今年没那么快 好我们来看被动员件的部分 今天被动员件开盘之后 又有加速的味道 目前国具涨了5块钱1.2% 华星科涨了3%7块钱 华星科我跟大家讲过 因为它涨的比较少 日本的春田制作所 我要录节目的时候还特别看了一下 今天涨0.5% 太阳优电涨0.4% 所以没有像台湾这么强 台湾涨的有点超过 国具已经涨大概一倍了 太超级了 所以国具最近的涨势也停下来了 慢慢顿下来了 那华星科涨比较少 华星科原本只涨3.5%而已 所以这两天 有在做补涨的味道 有在做补涨的味道 可是你也不要过度去追高 环球晶目前涨3.5% 我要录节目之前特别查了一下 盛高今天是跌了1.29% 幸运是涨0.49% 这个对环球晶都会有压抑的作用 因为他们已经跌9天下来了 环球晶还没有 所以环球晶没法去追高 现在指标在高档 随时都会再折回来 等压回来之后可以接受 所以我再告诉你 昨天晚上苹果股价 美国恢复正常交易之后 苹果股价又创历史新高 又大气 苹概股今天气势没有那么集中 这里反正要注意的是 唯一没有涨到的苹概股 瑞宜 瑞宜 目前法人持股已经高达75%了 这随时的叮当 目前要等123元 123如果过的话 就会开始加速 这种股票安全 而且有部长的机会 昨天特斯拉又创新高 430% 这个%我也懒得算了 已经超过140%了 那台湾这边重要的供应链 受惠最大的 当然还是在冒连 今天一战到15%了 目前法人持股也将近快50% 这支两材料已经定案了 目前已经变成多头排列 支撑提高到220元 就等230元一过关 大抵完成 因为在230没过关之前 市场追教的意愿 比较谨慎 可是230一过 大家又冲下去了 那一等到它过 你再去追 都太慢了 你看我在这里就开始讲了 我们230就开始买上来了 所以要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不要每次都是在做追高 追高永远都在帮人家抬轿 广雨 黄金照它出现了 再来一次守连线 这个连线已经守了好几次了 一次守连线 两次守连线 这次原本要攻没攻出去又拉回来 三度守连线黄金交叉 这我背起来 这也是经过了七八个月 完全都没有涨的股票 鸿海集团里面 唯一没有涨的股票 尤其今年业绩还不错 今年业绩前三季就1块9 全年至少2块半以上 9年来最好的业绩 结果股价完全没有动 所以这个股票你安装安心 你不用怕它 接下来下礼拜开始 后礼拜开始 就要进入第三部曲了 下礼拜开始进入选前两个礼拜 三部曲紧接着 选后四部曲 这都大行情 你看这两天的破终都知道 都大行情 不要做不到去 至少你不要去追高 买底部的 或者直接让林田园带你做 迎接选举大行情的活动 十当底部的奇长股 获利多创历史新高的 十当底部的奇长股 我带你来卡位布局 用这十当个股 我们来赚 选举行情的钱 我们的负责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期见